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对于我们台式计算机来讲 最为重要的还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硬盘 首先看看硬盘的分类 硬盘是计算机的主要存储媒介之一 分为机械硬盘 固态硬盘和混合硬盘 1.机械硬盘 采用磁性叠片存储 由盘片 磁头 盘片转轴及控制电机 磁头控制器 数据转换器 接口 换存和防护壳等构成 2.固态硬盘 采用闪存颗粒存储 由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组成 3.混合硬盘 是把磁性硬盘和闪存集成到一起的一种硬盘 是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结合体 主盘体和机械硬盘一样 但在电路板部分增加了SSD模块和闪存颗粒 固态硬盘 相对机械硬盘 具有读写速度快 轻便 能耗低 体积小 抗震等优点 但固态硬盘价格较贵 容量较低 使用寿命较短 再来看一看硬盘的主要参数 1.容量 硬盘容量通常以千兆字节 G币或万兆字节 T币为单位 如500G 1T币等 容量越大 存储空间越大 注意 硬盘的实际容量都比标注容量要小 因为厂家是按1MB等于1000K币来换算的 2.转速 是硬盘内电机主轴旋转速度 就是硬盘盘片在一分钟内所能完成的最大转速 如5400RPM 7200RPM 硬盘的转速越快 内部传输率就越快 访问时间就越短 硬盘的整体性能也就越好 3.缓存 是硬盘控制器上的一块内存芯片 具有极快的存取速度 它是硬盘内部存储和外界接口之间的缓冲器 缓存的大小与速度直接关系到硬盘的传输速度 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硬盘整体性能 接下来了解一下硬盘的接口 硬盘接口分为IDE、SATA、SCSI、SAS和光纤通道等几种 1.IDE及电子集成驱动器 是指把硬盘控制器与盘体集成在一起的硬盘驱动器 这种类型的接口随着接口技术的发展已逐步被淘汰 2. SATA 采用串行连接方式 传输速度比IDE接口快 3. SCSI 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小型机上的高速数据传输技术 具有应用范围广、多任务、带宽大、CPU占用率低 以及热插拔等优点 SCSI硬盘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服务器和高档工作站中 4. SAS 即串行连接SCSI 是新一代的SCSI技术 此接口的设计是为了改善存储系统的效能、可用性和扩充性 并且提供与SATA硬盘的兼容性 SAS硬盘更多地被应用在高端四路服务器上 5. 光纤通道 是专门为网络系统设计的 但随着存储系统对速度的需求 才逐渐应用到硬盘系统中 光纤通道硬盘的出现 大大提高了多硬盘系统的通信速度 光纤通道的主要特性有热插拔性、高速带宽、远程连接、连接设备数量大等